。 阿,各位 比丘,各位比丘尼,各位撒咪撒咪撒咪尼,各位居士 大家還沒用完了,慢慢用 我們今天是法華期第一天 上午跟大家特別的提醒我們的規矩 那也是一種概念 從禁禦到做志工 做打掃整潔等等 還有受八關災 還有對於行實踐法華期 他的時間其實是24小時7天 不是說你出了去殿堂就結束 所以除了殿堂 你守規矩主要就是一大條 不講話 這樣子你就守護了你自己 也守護了別人 這個觀念我想 我們每一次的佛期法華期都會提醒 也是很重要 再來就是為了加強並且也誘導大家用功 那麼我們還要自己每一天加功用恨 並且做成紀錄 除外還要消除業障 消除業障或者是增長自己的福報 所以鼓勵大家佛前點燈 那麼同時也提到了我們 為什麼讓大家自己帶握具 其實三寶門中是求佛法的 不是你來消費佛法 無論你怎麼樣子供養 恭敬怎麼樣 人家師父也是世間人 他也會應著你的供養善心 多鼓勵你兩句 多招呼你兩下子 這確實是會 也不壞人情 但這不是買賣行為 也不是大小眼 這是順人情 給予適當的鼓勵 那當然 這是華人文化如此 有時候不壞人情 在西方 特別是在南洋一帶 他舊教比是 可能是佛教的某個系統 也可能是印度早年佛教的樣態 要是居士 不管你什麼樣居士 你去典禮師父 那師父呢 他可能正在講話 也可能正在用哉 也可能正在幹什麼 大部分是 不是大部分 差不多他就是不理你 乃至於他從飛機下來 有很多信眾在那接機 看來就是長老 我看過那種影像 那麼他走下來 啊 那個簡直萬人空向 在那頂裡 甚至於呢 把身體鋪在地上 讓長老們 從這個 他的背上踏過去 我看那長老也沒有一點 一點 這個啊 表示客氣啦 像那個競選人員一樣 這些政客一樣 左邊坐一 右邊坐一 你好啊 合掌啊 怎樣 他完全沒做這個動作 那就自顧自的走 甚至於跟旁邊的接待的 另外的出家人 乃至居士 在那講話 大眼都不看一眼 這在 這在這個 南傳的佛教當中 確實呢 也表現出這個性格 這個性格 道不能夠說 人家是小聖 道也不是 即便是大聖的話呢 也是有這個看法 只是說文化上的不同 那 確實有一些反應 漢人的文化 它會有一種 不壞人情 這樣子的作為 那這事情呢 曾經在三十多年前 而且超過 應該是甚至於我還沒有出家前 應該是四十多年前 這個事情歷史上是 鬧上新聞的 早年 中國大陸呢 還在文革 鎖國 加上文革 加上 這個 這個 催滅宗教 不過催滅宗教 現在大陸的說法是說 那是私人幫幹的啦 那很好啊 有人背嘛 那就代表現在的政府 不會這樣做 也事實是沒有這樣做 那不管 就是那個時候是這樣 所以對外的 漢傳佛教的代表關係呢 其實就是台灣 那個時候我的 我的戒和尚 上白夏聖長老 就上了國際新聞 什麼事情呢 就是有一次是 好像國際的佛教大會 能夠稱得上國際的宗教 世界上就是三大宗教 大家 今後大概也是 也很難說 你 你變成有第四大 你也知道 世界上 人口來說 第三大人口多的是印度教 印度人口太多了 所以光他一個國內 印度人口就十億以上的印度教人 那佛教其實才三四億 五億目前是五億多 五億上下而已 就是比較標準的佛教徒是五億 所以沒有多 但是他為什麼是國際性的宗教呢 因為他信仰的國度非常廣泛 來自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文化 完全的差異 這樣子呢 以這個意義上來說 他是國際性的宗教 那麼 就開了一次國際大會 當年這算是一個國家 一個對外關係 那當然白聖長老呢 身為一個政治上很有期待 也很寄望他有所代表的 的一個大和尚 他就出席了泰國的這個會議 那下來的時候呢 下飛機他們呢也一樣 有教皇啦 有怎麼樣啦 乃至於這個 這個裡頭的 這個重要的宗教的代表人啊 還有居士們 在那裡 過去接機 接機的時候在機場 就在機場而已 在機場呢就給他獻花 這還是有的啦 南中國家也是有獻花 因為佛陀時代有獻花這件事 就是花環 獻完花之後就頂禮 頂禮的時候我們的白聖長老啊 就我的 我的介事物啊 就回禮了 就一般你看得到的啊 合掌回禮還鞠躬 那鞠躬當然可能沒有 動作沒有很大 這事情完了 馬上被泰國的媒體啊 就做文章 說哎呀 那在台灣來的這和尚是假的 你看他不敢受 居士的頂禮 恭敬 那 這個 還回禮你看 這成和體統 回禮還成和體統 所以在當地新聞很大 弄得我們介和尚在泰國啊 就 也算是有點尷尬 假和尚是不可能啊 要代表國家出門呢 怎麼可能是假和尚 怎麼被說成這樣 媒體這樣說啦 當然人家的泰國 泰國身亡呢 是懂李述的啦 他就很委婉的解釋了 說說 在泰國的文化是 是這樣 是出家人呢 受鼎禮啊 禮拜啦 完全不理會 連看一眼都不看一眼 這樣人家才會覺得 居士們有功德 注意喔 所以居士鼎禮蘇家人 放啥 居士蘇家人 他供養 鼎禮 他也是要求功德 有所求啦 但你今天你這什麼回事啊 居然回禮我 那是假的嗎 那我那個鼎禮就白鼎禮了 那就是一口憤怒 當然還有好多啦 比如說出家人穿的長衫 沒有所謂的大衣 他也認為這算什麼 這不就是白衣穿衣服嗎 就是這樣 很多這些既有的態度 我在想這裡頭 我們不能夠全部用泰國的概念 南傳國家概念 我們也不能全用 古德文化當中已經這樣了 我們也不好這麼樣做 但可以調和一下 你比如說 有居士鼎禮 師傅們點個頭 就不必再轉身合掌打工作一 就不必這樣了 那麼呢 注目你 注目你 看你一下 那哎呀 那就嘴以順口說了 福慧真長啊 發菩提心喔 表示一下 那可以不合掌 但是看你一下 表示知道你在頂禮了 這樣人情呢 也沒有說被遺忘 但也不至於讓你說修不到福報 我在回禮你 也不至於 我還看過台灣的比丘尼 人家在頂禮啊 他躲到一邊去 哎呀呀我沒告德啊 你不要頂禮我啊 要讓你拜阿喜啊 那真的太離譜了 我就跟他 當場我就跟他講說 你就算被他拜死 你也給他拜啊 不然他要拜誰啊 難不成拜 他就看到一個出家人嗎 要不你就不要獻出家相 這是你的責任啊 你躲來躲去 你算什麼樣子 我把他唸了一頓 你這就是無知 他可以到這個程度 所以說今天呢 上午跟大家講到說 讓你們帶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握具啊 其實就是有調和的意義啊 你可以想像你是來求佛法的啊 然後大搖大白來啊 然後說你供養什麼 你供養什麼啦 然後呢 所以你要幫我怎樣怎樣 這其實這是損你自己的福報 當然事物順著這個人間啊 這個當地的文化啊 那習俗 給你一點方便 我想人家有修為的事物 讓人家心裡明白他在做什麼 但你不明白的是你 我看過太多這種居士了 他下指導期 供養了一些經費 下起指導期來了 然後對於出家事務 該這樣該那樣的 他大言不慘 哎呀這個喔 這個跪在那裡 那個念壽 那太累了啦 那不需要這樣啦 那個敗燦喔 那麼長喔 三歸一 哎呦三點多錢的愛 貪你 好像是我拜託他來歸一的 我很愛講三歸一 講了三個小時不講停 好像是怎樣 我在做個人演唱會是吧 我收你的錢 他還這樣批評 那我們當然出家人啊 這個也無所謂啦 但我們就知道 漢人佛教裡頭啊 過去帝王啊管一切 所以帝王 你不要看他好像在拜佛啊 他對很多的出家人是指使移子的 甚至於設立升官 升官一直到什麼時候才廢呢 那說起來還是功德無量 孫文 孫文 也就是所謂的國父 在當年呢 民國第二年還是三年呢 制憲法的時候啊 他被問到了 這是歷史上有登記對話的 他說登記到 那個大統領 那個時候還不叫 當然他不會叫國父啦 稱他大統領還什麼的 那個時候還沒有選 還沒有就任總統嘛 大統領還什麼名字 就說請問喔 這個宗教要不要再設 我們要立這個憲法 那我國要不要立國教 要不要立升官 這兩大事情 國教那個事情 我們知識體大了 立什麼國教 那再來要不要立升官 你知道嗎 孫文真的是在國外讀過書 他是有概念 他就回了一句話 啊 宗教自由啦 不要設升官了 就這樣憲法才有所謂的 第四三條 十個字 人民有信仰 宗教之自由 十個字 後來發展成 憲法490號跟573號相關的解釋 490號的解釋並不優 很少人被引用 只有少部分的概念被引用 573號呢 就引用的非常之多 可以說呢 是漢人 三千年來最重要的一部法律文獻 關於宗教 而且這個意見書的有三位重要的人物 基本我見過兩位 跟其中一位許大法官 許錢大法官 還去他家 晚上去他家訪問 拜訪 喝了他做的豆漿 人 他是留學德國的 幾乎這三位寫意見書的都留學德國 那很重要很重要的 的提醒 那幾乎呢 開了眼界 那從今而後 才會我一路奔走 說要制定 宗教基本法 是這樣來 那這些都直擊於一個出家人 他看到的宗教跟人民的 應有的這種 身俗關係 簡單的一個帶 這個 這個臥具 其實就包含這麼重大的 身俗關係 倫理關係 也是修行關係 沒有倫理就沒規矩 沒有先後尊卑了 那沒有先後尊卑 就失去佛法的恭敬法了 禮敬歸敬 這個歸一的歸就不成立了 更別談敬 那歸敬都不成立 你還是佛教徒嗎 所以要嚴格說起來的話 推展這個帶臥具這件事情 其實就是帶著你的道心來 不要再想著說 有夠麻煩 南村國家就是這樣做的 就像我說的 出家人給你回禮的 南村國家的信眾反而覺得很受侮辱 我去拜到一個白衣 他的想法是這樣 我去拜到一個白衣 非常憤怒的 所以他們整個國家是像翻過來一樣 這個新聞其實還在檔案櫃 還在檔案資料裡 國家檔案裡頭 有的 我都還看過那個簡報 還被照相下來 就那個動作被照相下來 到底是故意的還是怎樣 我不知道 就這樣 我們當然也很教區 可是當中我們也知道說 他的一個 你知道泰國 他沒有儒家文化 所以他的所有文化都是移植 佛教文化 你看他講話 柔柔膩膩的 沙瓦滴喀 講得很軟 然後呢 互相都是合掌 柔柔的 不過當然人妖就很奇怪了 那不談了 去泰國很多人根本不拜廟拜人妖 不供養三寶 供養人妖的 很多 那 人妖不是同性戀 人妖是一種職業 你懂嗎 他不是同性戀 你不要以為他是同性戀 但可能同性戀這我不知道 但大部分跟同性戀無關 你不要把他弄混 他就是一種職業 就像去做舞女一樣 是這樣子的 那比女人還女人的男人 是這樣 他們有一次 我看他們在抽籤 他們也是 他們是 他們是真兵制 但是是抽籤的 抽到綠牌還是紅牌 才需要當兵 他們兵員不需要那麼多 但是用抽籤的 那有的那人妖 因為女性化很久了 你知道 他抽到那個要去當兵 當場就暈倒 哎呦 嬌滴滴的 暈倒 這樣 那簡直傻眼 就是這樣 那就要當兵 這很難想像 他那個荷爾蒙 到底繼續打還是不打 是這樣 他並沒有閹割 他沒有 他就是一個男生 好啦 就舉完這樣子 所以 這是他的文化 我們也可以這樣說 但是 他繼承了 這個 早期印度佛教文化的態度 這是 這是確定的 你比如說 在經上講到說 這個 外道不法於地啊 令我彼丘行過 彌陵之地 但是因為有的女眾出家 不守八境法 傲慢成性 外道因此親視我教中的彼丘 無有此事 若於彌陵之地啊 外道呢 脫上上好妙服 就是他非常好的衣服 鋪陳於地中 讓我的彼丘走過 不污染我彼丘的腳 因為有這個女人出家 不守八境法 慢生成性 今後無此事 阿難聽到這樣之後 悶絕在地 因為當年是阿難求佛陀說 要讓女眾 也是他的阿姨出家的 結果佛陀說 你也不用難過了 你當年求我 是魔王引誘你 讓你這麼做的 殺婆眾生今生的業是如此 那今後就是努力教導 比丘尼守八境法就對了 他就這麼講 那麼你就可想而知 身輪有多重要 身輪的存在就讓佛教能長遠 比丘尼不敬比丘 那佛法就滅 不是那表面的敬 我看過有的比丘尼 表面恭敬的請比丘去 去他三里演講 是他的廟里演講 講完了之後 關起門來開始批判 剛剛那個比丘哪裡講錯 哪裡講對 哪裡什麼 那你要說佛法上批判也合理 但大家批判到八境法去 那就不對了 看你文周周的 公公必恭必敬 那都是外表 看起來好像沒犯戒 其實你腦袋裡頭 你根本就是慢生 你不知道什麼叫公敬法 如果你不好好學愛道經 不把他學到骨髓裡 人家一看 看你眼神 看你的應對態度 人家馬上知道 而一個比丘難不成這樣要罵你 他當然不會啊 他不會說要求任何一個比丘尼 來對我守八境法 對我們比丘守八境法 不會這樣啊 人家是修道人 幹什麼要這樣做 這是森倫 這是森尼之間關係 那要講白衣居室 跟出家人關係更是如此 你白衣能夠帶著這個睡袋來 你是帶著你的道心來的 人家問你要幹嘛這樣啊 好好笑喔 萬佛寺好小心眼喔 你們好倒楣喔 這種萬佛寺的佛妻你也去啊 真是 真笑話 還帶睡袋 我第一次聽過 我告訴你就會有這種比丘 就會有這種在家人 乃至於比丘 比丘尼跟你講這種話 因為漢傳佛教 至少台灣佛教 過去很少這樣推動 他就會巴拉巴拉跟你講這個話 那你怎麼想 你覺得你倒楣是吧 你要告訴他 我帶的是道心 我帶的是一份尊重 萬佛寺的事物們人不多 在山裡 他們居室協助的有限 我們也不應該去那裡打一個佛妻 損自己的福報 丟下那些棉被來讓事物整理 我這個想法本身就是道心 就是在護持三寶 師物們跟我們 為我們的佛妻前後 這個 勞累準備 也跟著帶著我們打佛妻 我們已經得受用了 我們怎麼可以再損福報 你就好好的回答 不必生氣 不必大小聲 也不必帶有什麼情緒 穩穩蕩蕩蕩的說幾句 我大概猜得出來 你會聽到什麼話 這個事情 不可等閒是之 對的事情被說成錯的 被拿來所謂的什麼樣 這個這個這個 缺乏善心善本 然後呢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清漫佛教 剛剛經典上說的 就會造成這個樣 所以你們要是不好好聽清楚 不好好回答清楚 你們就是在默許惡法 人家在毀謗三寶 在毀謗萬佛寺做對的事 然後你默然 你不有愧你在萬佛寺 待著打佛妻嗎 你是不是這裡皈依的 這個倒還不是重點 你有愧三寶弟子 我剛剛已經舉了這麼多例子 對吧 從國外都舉進來了 這可見就是 原始佛教本來該有的樣貌 你想想看使用者付費概念也是這樣 我自己用的東西 怎麼會我需要人家幫我整理呢 對不對 我又不是去住hotel hotel 是不是這樣子 你怎麼想都合理嗎 怎麼會這個事情沒人想到 坦白講 你也可以說 漢傳佛教慈悲 你也可以說漢傳佛教 早年就人本化了 被皇帝搞的人本化了 皇帝就是要壓抑你宗教 他才能夠獨尊嘛 那所以出家人也就不知道自己的價值在哪 早年啊 我中國大陸30年前 剛開放的時候 我去大陸 你知道嗎 出家人是站在在家人旁邊 幫他成幫人家成犯 那不懂嗎 沒人教一定是這個 現在當然不會了 人家很進步 非常進步了 這很好 很讚嘆 但早年還是這樣 可以產成這個樣 我都要帶居士去 去供養 恭敬尊重 給他們看 他們才知道 原來是這樣 我就跟他們說 你出家人不要動 你不要動 你讓居士來供養你 來幫你成犯 你不要去成犯給居士了 我們有些帶去了 在白衣居士去 哇 他們因為我們帶一些供養金去 他們簡直把他奉做老爺 我不會去 我們 我們不想這樣子 就去去去去去去 殘害佛教 做賤身保 不管他懂不懂佛法 那個時候大部分他們不懂 也沒戒律的概念 甚至不知道自己出家是為什麼 很多 出家了還吃婚 還有老婆的 確實也有 但現在當然基本少了 人家 我是指有悼念的人 還是非常有悼念 居士們能夠供養三寶 恭敬三寶 非常恭敬 這個於台灣有過無不及 有過無不及 這就確實是令人讚嘆 但是當年沒這樣的時候 我們絕對不讓他再 我們絕對是很痛心的 今天也是啊 台灣必須要再往上增上 所以今天做這個事情 這標局的一個歷史的意義 也是一個往上增上的意義 慢慢的形成風氣 我們互念事物的修行 你看看現在很多出家人的道場 人越來越少 他就越來越不敢辦活動 幹什麼 辦完一宿活動一堆棉被 我光洗都洗到下一次的佛妻都還沒洗完 他怎麼敢辦呢 但是要是大家養成了這個習慣 在教內形成風潮 人家三五個師父也敢辦活動啊 那這樣得利益的最終是誰 就是居士 就是佛法 所以呢 無論生或俗 這段話一定要把它流傳出去 我們要遺風易俗 要改變 本來沒那麼如法 所以我常說過 我說 說沒有錯啦 這個漢帝的佛教也算興盛 在世界上來比 但是漢帝的居士很怪 你看看喔 同樣是漢帝的居士喔 他今天對著漢傳佛教師父們高高昂昂 抬頭挺胸 腰杆都不彎 但是你只要你看看他跟那個喇嘛 那個喇嘛可能還有太太的喇嘛 人家他們有那種在家的白衣的 人家穿的也是喇嘛服的 你看一起照相 哎呀 卑躬屈膝 合掌一副臉上洋溢幸福 你看過沒有 同一個人喔 他跟漢傳師父照相 昂頭擴手 然後跟喇嘛們呢 卑躬屈膝 滿臉洋溢幸福 像個小女人 他是個男生 但是跟師父們照相 威武不屈 一副那個樣子 你要是說 這是漢傳佛教 十五的慈悲還是師格 是人家藏傳修道人更有道德 還是他們有好的傳統 這都是一個認知問題 我就看了這一堆是這樣 他在佛門裡混了很久 都在藏傳裡 他甚至於連怎麼樣供養 漢傳佛教的出家人 甚至於出家師父 有幾件架殺他都不知道 然後他已經在藏傳佛教 已經號稱那個大 大居士了 漢傳佛教就是給人家欺負的 就是給他看衰的 就是給他招之急來 揮之急去的 有時候也是這樣子 那你要說 這是一定哪個居士錯 居士是被教導的呀 要嘛就是文化 要嘛就是師父自己 也先失去這個自覺 沒有這樣推動 那要嘛更是什麼呢 更是居士 習以為常的傲慢 漢傳佛教 習以為常的傲慢 這對未來佛教 在已經正在走向衰亡的時候 這是雪上加霜 大家來這裡送法華經 就是要發菩提心的 發菩提心的首要 就是要讓佛教能夠繼承 能夠發揚 能夠光大 能夠光顯 能夠莊嚴 今天我要不講這個 你說你把法華經 送到爛掉 送到背起來 你這個根本見你沒有 你護教的勇氣跟認知 你沒有 念佛缺菩提心 送大聖經典 與大聖菩提心不相應 大聖經不相應 自己福報念念之間在損失 你知道你還能怎麼修 我南來北往 漢傳 藏傳 南傳 乃至日本傳 韓國傳 我都看過 好的 我們也有 但是呢 我們必須要好的留著放著 也不必多說 我們出狀況的 我們一一改變 這才不愧 不愧我們迎來第一次的 漢傳佛教的社會民主化 我們才有這些話語權 跟不受障礙 不受政治障礙 可以說的 我們把真正的佛法和盤拖出 讓它重新恢復 而這還是有賴諸位師父 更有賴諸位 更有賴諸位 有心修行的居士 我們需要更多的出家人 來賀誕這樣的政見 以及道場 以及作法 很多道場已經成形了 他要改很難了 他也不想改了 也無法改 但是我們不能讓他這樣 時代在改變 因緣在改變 我剛剛說最明白簡單的就是 當你少紙化的時候 你一次法會 你留了一堆東西給師父去整理 人家想到就怕了 還幹什麼法會 然後更恐怖的是 沒有替你準備握具 好像是失誤錯 我們來參加 我們不報名了嗎 怎麼沒有棉被 怎麼沒有枕頭 如果說你說怎麼沒有飯吃 我想這還比較有點道理 這麼偏僻 也沒有7 我也不想讓你去7買東西 或者是也沒有什麼素食店 吃飯是修行根本 這當然可以幫你準備 但也是居士們去煮比較合理 對不對 所以這是你大家做得到的 大家做得到 當然 偶爾也是 也不說偶爾 有時候也是一直沒有聽到這個道理的人 他就光溜溜的一個人 帶了自己的行李來了 沒有 那怎麼辦 我們還是給一個融通 就是說 就外面洗一個棉被 人力損耗大概是多少 多少費用 你就先用你的費用來 來 來跟常住借這個握具 重點不在這個錢 重點在讓你記得 重點在於 讓別人有待的人 不會覺得說 我們有雙重標準 那也讓你覺得 不會這麼樣不通人情 給你有一個 有一個那個 希望以下是記得 並且幫忙宣傳 就這樣 請大家要了解 我們不是雙重標準 但真的是有人真的不知 也周邊沒有道友告知他 他可能只是在YouTube上看一看 從澳洲就來了 從日本就飛過來了 你要叫他行李來 帶一個睡袋 可能他是沒想到 這樣子 乃至於從台北來 台東來 他沒經驗不知道 這點我們還是同人情 但是呢 為了要表達一個 形式上面的一個公平 那麼對不起 你可能 付一點費用 萬一你費用也沒得付 沒關係 釋法賬 一切買單 就像 就像你要去點 書油燈 萬一沒有盤禪 回去的 回去只剩下回去的車票錢而已 實在是很想點 但是沒盤禪 你儘管點大 然後你就講 葬祭方葬和葬 到事務處去講 絕對讓你 喝一點 你放心 也不會記名 我也不會將來看 哪個傢伙報我的名字 也不會 幹什麼 我賺 你賺 我也賺 這什麼不好呢 我們共同修功德 這沒問題 了吧 了解吧 這是要你完成這個佛教的規矩 不是要 要對你有什麼懲罰 沒有這個意思 希望大家呢 要真的發長遠響 我們佛教面臨這 最 兩千年來最大的挑戰 就這個時候 少子化 這個人本化 科技化 宗教 全世界的宗教邊緣化 一切網路 虛擬化 顛倒劍 衝刺 年輕人不學佛 比過去任何一個時代都嚴重 兩千年來任何一個時代都嚴重 我們面臨的是 我眼中所看到的是生死存亡 我不知道你們看到的是什麼 所以請大家務必 務必用心 這也可以你們看出來 我用各種方法 上電視 打 打 這個對談 這些都需要費用的 不然你是誰啊 誰理你啊 那我為什麼要去做這樣 我不能夠在佛教圖內 繼續撈佛教圖 沒有意義 那完全是紅海 我把 我把佛光山 法谷山 中台 哪個小廟 哪個大道場的信眾 挖來萬佛寺 佛教沒有更光彩 我必須讓非佛教圖 準佛教圖 沒有哪個沒有信仰著人間人 經由世間的因緣來信仰佛教 所以我會去北車 我會去弄街舞 我會去跟那個網紅辦節目 我會上TVBS 這些都不是我要耗出風頭啊 我會去印經 我找這個故宮 故宮談 我找國外的什麼人談 這些不是我要做生意啊 我得要無所不用其極的 我要讓佛教在非佛教徒當中 露臉出現 我看到的是生死存亡 所以我得要用各種方法 我錢很缺 我也不敢跟你們畫圓 你以為去台北車站怎麼樣 三萬元 三十萬 就可以讓你去玩三天 玩四天 那這些沒有關係 都是因緣 那剛好有 我們還可以撐得過 就撐 為什麼我要做這個事 大家 我沒有要好搞什麼 我們現在知道 我們佛教徒正在急劇急劇的衰微 你知道嗎 中央研究院研究中華民國 36歲以下 信仰宗教的分布 天主教基督教一貫道道教的年輕人 都比佛教多 從民國76年那一年開始 就是我出家那一年開始 每一年往下降 降到現在是敬培莫作 進入佛教的年輕人 是進入宗教的年輕人當中 以佛教為最少 最少 我不曉得大家怎麼還可以這麼安心 還可以不度你的兒女 我想不懂 是你們沒有兒女還是怎樣 還是你認為度兒女沒辦法度 所以說佛教徒的冷漠 可以從你們這些做爹娘的不度兒女學佛 看出來 冷漠 而且是對佛教不負責任 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像這些呢 你們送法華經慢慢體會 體會大乘法 對照對照自己的行為跟思想 跟惰性 好好的對應一下 好 我們請書 帶大家回向